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从来不认识,最后能走到一起,或者结婚,生子,这个现象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有创造力的,所以我请情侣来参与我的创作。 我叫李尔鹏,今年23岁,2018届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 在2018届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上,有一件名为《理念世界之物》的作品,它的作者就是李尔鹏。 央美油画系的展出有半层楼,李尔鹏的作品面前人最多。 这个作品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和一台小电视,三米乘三米的画框里面是杂论物章的色彩和图案,外人很难看出画的具体是什么。 但有意思的是,旁边的电视机里面详细记录了这个作品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完成的全过程。 原来这幅画是由一百多个人合作完成的。 就是我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邀请了54对情侣去参与到我的这个作品之中,并且是不同行业的,年龄也不一样。 画他们自己想画的东西,他们都不会见到其他情侣,每次都是来一对。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同时画一张画,并且通过我的控制去把这个画面变成一个有序的系统。 怎么样,听起来很酷吧? 更酷的是,从每一对情侣进入到李尔鹏画室的那一刻起,李尔鹏就不再说话了。 他只通过在画布上写字画画来和情侣们沟通。 比如,当情侣们坐定之后,李尔鹏就会先在画布上写一句,讲一个你们的故事,然后坐下,等着情侣们先讲一个故事。 第一对来讲故事的是李尔鹏的弟弟和女朋友。 就是我干弟弟说,比较喜欢看他女朋友做饭,或者是看他做饭的样子特别的美。 我就说,那你就把这个场景给画下来。 他们就把他们所想象的那个场景一起画下来,然后中间有很多的交流。 你要看我那个视频,你就知道了,就特别有意思。 里面一个胖胖的一个,那是我弟弟,然后他们互相交涉,然后全程都是哈哈打笑,我觉得挺好。 我是这个,我可。 我可。 你也是第一个给我做饭的意向。 对,我做饭还是比较你兴趣。 我之前不会了,我是某研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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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研究了。 我妈说,不行,你这个,你得实战。 嗯,那我快做一个实验,然后第二把,就是,那行,还可以。 结果那天,那天我跑花蓬圈,然后,某研究了,对,某研究了。 对,某研究了,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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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讲到这里,李尔鹏在画布上画了一个桌子,用画笔写道,送你们一张桌子。 哦,这是让我画了。 哎呀,快,公报鸡丁。 哎呀,这还,小时候的。 啊,这黑的好像怎么画都有点问题。 这是鸡丁,一定,给我加码。 这个黑的辣椒。 黑,黑辣椒,你得点大点,黑辣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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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辣椒。 黑辣椒。 我看,你看看。 所以,大葱,大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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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是什么,葱怎么表示? 葱是这样的吗? 黑的圆拳。 你作了。 你觉得这能吃吗? 这样的,要得来点来点新项。 他们在画布上画了满满一桌子他们最爱吃的菜 在桌子边上画下了各自心中对方吃饭时的样子 一开始我是准备了五个机位 就是两个GoPro 然后一个专业的一个相机定在后面 然后把整个钱全程录下来 我的画布中间有一个小方块 那是我的对话块 我想跟他们交流的话 我只能用最简洁的方式 因为写字很慢的 并且是那么大的笔去写 很慢的 所以我必须要去精简我想问他们的问题 有一对情侣倒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对情侣在一开始来到我的工作室 他们是吵着家来的 就是男方不想来 女方就是特别喜欢尝试一些新鲜事物 之类的这种女性 然后非要硬拉着自己的男朋友来 男方是一个新疆人 女方是一个比较胖胖的一个女生 穿着黑皮衣 然后为了个机会打架 经常 前两天还打过 我俩的性格其实挺不合的 就像他说的 而且年龄也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 其实他是比较会生活的人 就比如来这儿吧 其实是他跟我说的 一开始说内心其实是拒绝的 其实我觉得 我对这种东西可能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但是他不一样 他就觉得 他就喜欢搞一些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他就喜欢重视新鲜事物 我想说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来了 就是我在一开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南方还是比较不太愿意打开自己 然后当他拿起笔去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一点一点 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绘画的这个魔力 是真的可以把这个人给打开 最后他们是开心走的 特别开心 和第一对情侣相似 这对情侣画的也是对方 他们画出来的是两个站立的嘴角向下的小人 矮的那个穿着绿色的外衣 高的那个流着红色的眼泪 在我毕业展之后的两周之后 他说 特别感谢你 能给我们提供这么一次机会 不过我们现在分手了 然后我要去英国了 特别谢谢你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创作的这么一个 一次好玩的一个经历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伤感 李尔鹏邀请到的54对情侣中 只有两对是有绘画基础的 只有一对是李尔鹏在此之前认识的 李尔鹏想要尽可能的 让身份更多样化的情侣 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那是我们美院的食堂阿姨 做广东菜的一个大叔大妈 他们是夫妻党去给学生提供这个美食 广东人 六十左右吧 因为这个 现在我邀请六十左右的人还是很难 他们不太愿意出现在我的这个作品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都是年轻人 或者说是80后 那天我就想 既然你们是这个夫妻 那我就 要求你们来吧 然后他们就爽快答应了 我觉得他们画的东西 特别有趣 他们刚到的时候 是完全 完全打不开的状态 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收紧的状态 我为了让他们打开自己 我是坐得比他们低一些 就是我坐在地上去跟他们唠嗑 然后他们是坐在凳子上 那个视角上 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一个存在 跟他们去聊天 给这个视角收服 我家的价钱也不贵 说是啥 我们不够我们的量在你们身 这个是我的 双杀 他们会把话题跑偏你知道吗 他们不会去根据你的问题去聊天 这么说吧 他们在跟我聊的是 他们在食堂的怎么做饭 我在问的是 你们平常在一起都有什么故事 他们在讲的是 我的调料该怎么做 我当时就在想 既然他们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 那我就让他们 把他们那个小世界给呈现出来 我就说 把你们的那个食堂 食堂窗口的那个场景表现出来 然后他们就开始画 小菜板 小刀 小锅炉 小 反正就是我也交不上名的那种器械 然后 画的特别可爱 就是他们是完全没有绘画经验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画的东西就是全都是一手的东西 圆特别的稚嫩 画的那个圆特别稚嫩 画的是非常慢的 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那根线上 然后画出他们想要的那个圆 并且是很 拙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我是画不出来的 我邀请的只有两顿是绘画画的 剩下的全都不是绘画画 他们每一顿都会问我 我完全不会画画怎么办 我说绘画 那个拿起笔站上颜料在墙上画画这件事 是原始人就会干的事 你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 我再讲一个事 就是我多少多少 我就记不清了 我请了一家三口到我的这个画布面前 那个孩子是一个小姑娘 大概是有两三岁的样子 当他看到那一桶 好几桶颜料摆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用手抓着颜料 抓着颜料往那个画布上抹 并且有一点是当他拿起笔 然后去蘸颜料去画的时候 是蘸一下跑过去画一笔 再回来再蘸一下再画一笔 就是我看了都会特别累 但是他不会累 来回跑来回跑 然后最后是父母就觉得太累了 我们还是让他停吧 当然他还是不停 不停之后 他爸就是说 咱们去喝点水好不好 好 然后去喝水了 喝完水 就不把他领到我的画作面前了 他才忘却这件事 才走 然后他爸就是用口径说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要不然他就停不下来了 然后他们就走了 就是小孩 他看到这个颜料的时候 他是不会排斥的 并且是完全的是以释放的状态学 在画布上去发泄 或者是抒发自己的那个感觉 人是经验的动物 就是我二十好几了 就是已经完全的被经验所限制 小孩是没有经验的 父亲跟我说 孩子这是他的处女座 我最后是 把孩子画的那张画的照片 打印出来 然后表了一个小框 送给了 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之后 看到这幅画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的启发 他们一家三口画的 我觉得是我见过最好的 其中画了一个恐龙 还有一个 那个恐龙我觉得 太棒了 特别有力量感 是一个小黄色的恐龙 他是和他爸爸一起画的 那种感觉真的是 我是用相机里的那个小显示器 去观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动态 我当时是全程笑着 特别满足的那种感觉 去录下来整个过程 但是这个画面 它最后只是留住了这个照片 最后这个画面 被其他后面 53对情侣全部盖掉 就是这个作品的 这个演变性特别强 就是从第一对到第三对 这个画面的这个结构 还有颜色 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就是我的同学过来之后 昨天不是那个样吗 怎么今天就怎么黄色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段情侣特别牛逼 我说那个什么 讲述一个你们的故事 我想听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他们就讲 最近想换房子了 就是换一个租的地儿 想养只猫 我就问 要不然你就把你们那个 想要租的那个 幻想出来的那个房间的 那个感觉画出来 他们就说 我们就想要一个阳光充沛的 阳光明媚刺眼的 早上起来那个阳光都会 洒进来的那种黄色的那种房间 那你就画呗 他们就把整个画布 三米乘三米的画布 全部涂成了黄色 整整用了我 五桶颜料 全部涂成黄色 我靠 太牛逼了 我当时都被震撼到了 就整个一个画布 他还透着底下情侣的这个画作 然后上面再盖上这个黄色 整个画面的那个冲击力 如果说在那个时刻说 我要展出的话 那个时刻的那张画 我觉得震撼力 比我最后展出的那个效果要好 特别棒 柠檬黄也好 荧光黄也用了好几桶 然后土黄也用了好几桶 就只要跟黄色有关的 全都用完了 我的颜料特别多 他们全都用光了 黄色 几乎把之前的 所有人的东西全部盖掉 我靠 整个画面全部重启 我就觉得 我又难受又高兴 真的 之前的东西太好了 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被盖住了 我也很痛心 但是我依然去保持 我是一个不控制这个画面的 一个角色出现 你们是对这个画面 是有完全的把控权的 从热恋到冷战 从生活琐碎到爱情结晶 甚至再到推翻一切全部重启 李尔鹏自己也说 整个作品的创作像一个旅程 让他经历了54种不同的亲密关系 最后他把这个作品命名为 理念世界之物 我当时的那个作品是在二楼 就是央美的美术馆二楼 然后展出 整个优化喜旧我一个有视频 只有我一个有声音 然后我就看到所有人都会看我的那个 人山 人山人海 就是所有人都会从头看到 整个视频有七分钟这么长 大多数都是聚精会神的看完 我当时特别感动 很多人然后加我的微信说 看完之后感觉特别温暖 都不想离开 想要参与到你的这个创作 说你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了 我说这个活动不是活动 这个是艺术作品已经完事了 你们可以参加下一个 我觉得现在这种高速发展的社会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男方和女方之间的交流不是那么的深刻 就是他们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坐在一起 或者说是交流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现在很少 而我营造的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艺术品 让他们来 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契机 让他们在这个我所营造的这个世界里 去用绘画的方式去交流 谢谢李尔鹏讲述的故事 其实对情理来说 一个好的亲密关系 需要建立在对彼此的充分了解之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对你自己的了解 这里插播一个广告 不过是我真正使用过的产品 2017年初 我刚入职大乡工会的时候 被拉去各色DNA做了一个基因检测 其实就是对着一个小塑料瓶吐了半天口水 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 每隔两个月 我都会收到一份更新后的检测报告 其中最新的恋爱与人际关系这一项里 有两个对我的评价 我觉得挺自豪的 一个是基本人畜无害 一个是共情较强 我想可能我天生就适合做故事FM这样的节目吧 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里 你可以看到更多我的报告截图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更全面的自己和你的伴侣 你可以在微信上关注各色DNA这个符号 回复亲密关系这四个字 或许故事FM听众专属的DNA检测包又会购买链接 我一直不太好意思张口请大家来转发我们的节目 这次也是不要有压力 根据你的需求来决定是否购买这个产品 如果你决定买的话 尽量通过我们提供的这个渠道 也算是对故事FM的一点支持 谢谢你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次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角艾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设计彭涵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